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 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个 非常好用的固定角色的LORA 叫做Next Scene 那这个Next Scene LORA呢 它就是说呢 你给它一张参考图 然后呢 我们用AI呢 就生成故事的分镜这样 然后它出来呢 角色都会非常固定的 像 然后呢 我现在就是说 做了一个系统提示纸 那我这个系统提示纸是怎样呢 我在Google的AI Studio给它一张图 叫它给我五个故事画面 然后写好之后呢 它这个呢 我再叫它整理好 让我可以复制贴上 我就把它复制过来 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执行 去生成五个画面 那同样的豆包 豆包我也做了这个系统提示纸 一模一样也是可以的 也是给它涂 然后呢 生成这个系统提示纸 然后呢 再叫它整理 这个Next Scene 然后呢 它整理好之后 你就复制贴过来就好 那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 前面两个LOLA呢 我们在以前的影片都有讲过了 所以实际上它只是多挂了一个新的LOLA 是那个Synes的LOLA 我们现在执行 好 我们来看结果 结果非常的不错 可以看到五个分镜画面都有了 那各位要注意的就是说 虽然呢 它是给五个分镜画面 那实际上呢 第一个分镜画面我们是不会用的 我们实际上呢都是 因为第一个分镜画面都是描述第一针 那我们实际上呢 如果在做稍微针的话是 一二放一起 然后就是用第二个描述 然后呢 二三放一起 放第三个描述 这样 以此类推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 这个工作流手伪针 用2.2的这个手伪针 下去执行 我们可以用这个手伪针下去执行 我们也可以跑一次手伪针给各位看 因为我显卡并不是很顶级的啦 所以我尽量不会在自己的电脑跑这种影片啊 我还是尽量使用现成的这样 那我就是跑一次给各位看 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 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照片出来呢 我们就可以再把它丢到这个 跑旺2.2的手伪针 就是做这种连续生成的故事啊 那因为我的电脑不是很好啦 除了跑旺的模型呢 要花时间以外 这个图的解析度也不能很大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可灵或者是VOE3 我还给他们跑 你看 也是非常完美喔 有没有 都非常完美喔 那这个就是这个工作流强大的地方 那最主要呢 最主要呢 就是说呢 这个系统提示值 我会给各位看 你各位自己喜欢用 Google AI Studio 还是豆方 然后自己就去复制贴上 那豆方呢 在这里 AI机器人这里 按建立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建立这个 系统提示值 贴在这里就好 贴在这里就好 那Google AI Studio呢 就是贴在右边这里有一个 System Instruction 选这个系统指令 你就把它贴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用了 好了 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各位有帮助的话 请订阅 分享 按赞 谢谢各位